大家好,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二 大家要記住,明天是佛誕假期 休息一天 預先祝大家明天一日假期 祝大家明天假期愉快 我們今天會花多點時間講講台灣疫情 也很嚴峻,再加上停電 我作客有跟我之前台灣的同事 他是住在台北的 當然他年紀比我大,已經退休了 跟他聊了很久,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待會跟大家報道一些台灣的狀況 大家現在看到台灣有問題,大家都知道 最嚴重的是電力也有問題 因為現在台灣很熱 台灣差不多是38至40度 現在供電也有問題 台灣也有問題 新加坡也有,大家都知道 旅遊氣泡已經煞停了 不用再說什麼時候會恢復港 你先說吧 香港人已經聽了很多次了 在泰國也有 在監獄裡面 越南也有 其實越南 2月至4月是很低的,低到差不多沒有 但是現在就飆了上去 每天有百多例 大家知道現在日本也是嚴重的 最大的問題是不要笑 不要笑 現在中國的遼寧 又是爆了幾十例 昨天衛健委已經進駐了遼寧 坦白說他有一件事 他說說二十多例 你信不信就算了 但是待會有一個關於華大基因那件事 大家要注意一下 華大基因居然發現有一個 香港的樣本的污染 是還有去年的武漢肺炎的病毒株 正常大家覺得 去年應該六月之前是沒有了 為什麼還有那個病毒株呢 這些我們稍後會比較詳細說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看到圍著香港的情況 都是這樣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 但是大家覺得很奇怪 香港的恆指差不多沒有什麼移動 今早就升350幾點 但是成交都弱了 大家都知道 那麼他今早上成交就750幾億 我現在錄的時候就12點10分 即是今天應該是1400億 那麼你可能出現一個狀況 其實這個問題代表 香港是一個圓圓全全的獨家村 他跟所有這些人都沒有狀況 所以才可以不升 他只是跟一個有狀況 就是中國 以前還有一個美國 現在外資都走了 所以問題就是香港 所有其他事情 好像跟香港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變成一個獨家村 那你說這樣就好 但是沒有了疫情呢? 沒有了疫情之後 你就混蛋了 如果現在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這個疫情要結束 就是今年第四季 很難熬的 很難熬的 香港那些零售 等等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再跟朋友 談了一個多小時 關於台灣的狀況 好 我們的Patreon連結在下面 已經有很多讀者 裝了我們的後備財經頻道 那麼我們一間都會說 就說那個六四 今年應該是舉辦不到的 那麼舉辦不到之餘呢 還吹了一風出來 就說 總而言之你參與遊行 你都可能是顛覆國家安全的 那麼現在 剛剛我們一會說 去年的十一遊行 現在只是拉他的大頭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到他可能往後 就是他就會說 總而言之你是參與遊行 你就已經犯了港版國安法 就再不是 只是拉那些大頭 拉你不到就沒事了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知道 現在香港是有 所有的登主 有任免識別的 那麼他一對你的樣子 其實根本就能抓你了 不難的 那你說我戴著口罩 未必的 因為他可以檢查你的部資 檢查你的僅有 譬如說眼睛等等 他都可以認識到你的 那你說我整個鐵甲人這樣出來便可以 那當然可以 對不對 對 你可以這樣出來便可以 對不對 你整個四方磚這樣出來便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 他現在這樣做 其實坦白說 總而言之 他能認識到你 你就犯國安法 就不像之前那樣 只是拉那些大頭 現在看到只是拉那些大頭 但是 往後 如果你有出來遊行的話 他能認識到你 你就已經犯國安法 那就是每天 就是拉 我想如果他 之前那幾次 譬如說 818 831 11 這些 如果他用這個 國安法的話 那我想香港他可以拉幾百萬人都可以 應該 他可以拉幾百萬人 現在好像那個監房都滿了 已經是 就是保釋倉 沒有擺放那麼多人 大哥 現在他的監房都滿了 好 鑽石狗倉 不會變動 那也是193% 那美銀就跌了1% 那61%跌到去60% 好 雖然明天小號就少休一天 但是我明天都會把那個網址放進去 我們那個網頁裏面 那大家如果想訂閱我們五月份的投資日子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那記住訂閱我們的英文財經頻道 那你點擊YouTube下面的連結 入到去 點擊入去 訂閱 右邊小鈴鐺 那就可以了 好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五月十六號 就二百零六中 由一百八十 就彈 一百八十一的其實 彈到去二百零六 那昨日比較驚心動拍 一日就三百三十三 那其實下午我看應該是三百八十幾的 Whatever 不要緊要 那總之就是厲害 那我昨日有跟我朋友談的 那整個故事呢 其實某些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是華航有一個 華航有六百幾個基組人員的 六百幾個 那現在有三百幾四百個 就已經是隔離了 那還有兩百幾個 就是華航還是有限度提供服務的 那華航主要就是有一個基組人員 就離開了 那就去了獅子會 那獅子會 那獅子會就是其中一條傳播鏈 那另外一個就是萬華區 大家都聽了很多次的了 那我就是我朋友就說 其實台灣它是有一點點 是鬆斜了 那台灣就沒有做 就是台灣他們 就是台灣的術語 就叫做普西和港西 其實它的普西 就是差不多香港的全民檢測 那它沒有做的 就是它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經濟效益 那如果根據香港之前的經驗呢 那我告訴你 香港的抗疫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經歷了四波 十七個月 香港你隨便找個小孩 他也是抗疫專家 香港人抗疫 已經抗到滑瓦了 其實已經是 你什麼方法 香港人都試過 其實疫苗 打死了那麼多人 其實也有試過 其實以比例來說 比例 因為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 台灣就有二千三百多萬人 你以比例來說 香港打了疫苗 有試的比例是很高的 其實 你看到美國也有 但是美國有幾億人 大哥 中國不知道 是封閉的 所以香港為什麼打疫苗的進度這麼低呢 就是因為那個事故率是很高的 其實是很高的 那麼台灣就是做廣西的 就是廣泛的廣 那就將那個篩選 儘量拉闊它 但是不是做全民檢測 第一個 我的朋友已經說 根本上在 過了今年 踏入2021年 可能它 就是 個案比較少 它的鬆懈程度是很大的 很多篩檢 是做得不夠的 第二個就是疫苗不夠 大家一會看到 其實它只有十萬劑 它沒有打算打 其實 因為它打算自己 就是它打算自己沒事 對不對 差不多疫情都過了 誰知道 就臨天降的賴尿 第三個就說 真的很大意 因為我朋友就說 原來 很多機組人員 回來 是常人一樣的 第一 隔離不夠 第二 隔離的時間不夠 第二 沒有定期做檢測 第三 沒有強檢 沒有打疫苗 即是人一個 這次便欺負了 正常來說 機組人員 一定要隔離 兩至三個星期 最基本的 除非你打了疫苗 很明顯它沒有打 它隔離的時間又不夠 又沒有做強檢 那就死了 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這次是很大意 其實你看到 美國佬是吵架它 你看到美國佬發聲 吵架台灣 正常不應該這樣 但是問題是 人家不會說 即是美國佬說 你要不要疫苗 我送給你 它不會的 你沒有事我就不做 大家看到 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 台股今天是彈了700點 因為之前它跌了3000點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 這個月底 Moderna就會有幾百萬劑 到台灣 在片尾 我們都會說 拜登就說 在六月 就會有兩千萬劑疫苗 分享給全世界 不收錢 什麼都不用 完全免費 正常來說 台灣應該就 已經出了聲 就說要很多 所以 股市先行 但是問題是 我朋友說 在今年農曆年打後 其實很多外出的人 看到是不戴口罩的 他的活動範圍 即是我朋友的活動範圍 就是在台北和新北 其實 他主要是這兩個地方活動範圍 所以他看到很多人 已經不戴口罩 所以問題是 台灣這次是非常大意 大家看到 疫苗只剩下十萬劑 哪裏夠呢? 你二千多萬人 你坦白說 前線都不夠 因為一人打兩劑 你前線都不夠 我告訴你 正常來說 以香港的抗疫經驗 頭三個星期 是最關鍵的 兩至三個星期 我相當肯定 333 這個單日的新高 是遠遠不是新高 絕對有機會 是創到500 或者600一天的新高 如果你除了人口 如果他去到500多的新高 香港是他三分一 人口 即是說 一天有106宗 和香港最高峰差不多 香港最高峰 一天最高是150多 最高峰是150多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你看到這次 是已經去到彰化 我去過彰化在台中 要幾個小時 即是板橋那些地方 因為那些人流動 現在國中和高中 就停貨兩個星期 但暫時你看到 譬如說 陳時中 或者蘇貞昌那些 他們還在想 或者柯文哲也在想 究竟封不封城 這裏有一個很大的政治考量 在裏面 因為趙快有一個選舉 這是之前的 但今早上 今早上 台灣的台電官網顯示 今天上午不到九時 供電的燈號 再次亮出黃燈 即是說 供電已經很緊張了 他估計 今天被轉的容量 只有7.4% 非常嚴重 大家知道 現在台灣是很熱的 第一 它沒有水 即是沒有下雨 第二 它現在差不多 三十八至四十度 昨晚已經有六十九萬戶停了 所以這次 就真的屋樓兼逢連夜雨 其實 你現在看到民進黨 是 即是我們之前有說 它基本上是不知道 封不封區好 一個問題就是 你封區又死 不封區又死 因為你一封區 坦白說 經濟一定會釘 但是很快就有選舉 它又害怕 但是問題是 你不封區的話 又釘 那你封區的話 那些人 在家裡用電 又是多了 你不封區又死 封區又死 如果它 不下雨 再不下雨 乾旱一段時間的話 它也嚴重 但是現在我聽到 廣東省 特別是東莞那些地方 都限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又是澳洲煤的原因 為什麼呢 很久 我們在府門 差不多有六、七年 是沒有任何停電問題的 六年至七年 但是在08、09年 幾乎每個星期都有 所以問題就是 現在台灣也很嚴重 如果這個情況 再繼續下去的話 其實你的芯片就一定會釘 你的人就不能上班 那你又沒有電 那搞鬼啊 所以真心希望 但是我們經歷過抗疫這麼久 我們自己知道 絕對不會一兩個星期搞定 你現在預計 還有一兩個星期 才到達高峰期 你已經偷笑 簡單說一句 這兩個星期 你如果頂到 不用拉四級警暴 你已經成功了 如果是 所以其實真的 希望天有台灣 是吧 小孩停貨 其實等於媽媽停貨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有些 她家裡沒有工人 但是媽媽停貨 她就不讓那些公司 或者那些辦公室 你不可以扣她薪金 不可以扣她的價錢 那些又吵了 我有跟朋友談過 她說 現在在台灣來說 大型企業是沒有問題的 支持得住的 譬如說你Walmart 或者Costco 那些她支持得住 因為她有其他地方的收入 去compensate 這裡 但是最大問題 就是那些小店鋪那些 已經在網上看到很多小店鋪 就已經在那裡吵了 喂 你要有compensation 你今年可不可以免稅 現在只是開始 她只是熬了三天 你想想 如果像香港那樣 你熬了一季 因為她如果封城 不會封兩三天 她封城 起碼要兩個星期計 你看到她 如果拘捕 現在她還有三級警暴 我覺得 如果她真的要14天 每天過100例 才拘捕四級警暴 就真的慘了 其實 是沒有需要這樣做的 如果你看到她衝上400例 就要拘捕四級警暴 那你一拘捕四級警暴 你 絕對有機會 就 差不多 我們就像香港那樣的狀況說 限聚令 限購令 甚麼令都來 其實是甚麼令都齊 所有的店鋪都開不了 只是外賣 現在她的外賣都死了 為甚麼呢 外賣又不夠小哥送 這是這樣的問題 現在的人都走出去做快篩 6點多 我今早看到已經有人在快篩站排隊了 那些快篩公司差不多做到釘蓋 其實多到突然是這樣 大家看到螢光幕這個 那個醫療系統會倒塌 因為她絕對不會有那麼多 那些負壓病房 那又是死的 即是會不會又要趕快建一間方艙醫院呢 大家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台北 其實沒有人 沒有人在 沒有人走 因為有限聚令 還有一件事你也不敢出 因為其實她那個 她的感染比率是很高的 她的感染比率是 差不多 有10% 驗出來是陽性 這麼厲害 那個感染是這麼厲害的 從台灣底說的打了針的人士 我同意梁子超醫生說 她都應該檢疫21天 因為她們那邊 中招機率很高 即是你如果有一架台北來的機 等等的話 我相信三分一人是中招的 其實應該 那已經禁止了 即是明天開始 未持有台胞症 或者不是台灣的合法居民 就已經不能夠入境了 主要就是 什麼都阻礙了 其實你看到阻礙引渡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你現在全世界很多一定要跟引渡做的 沒有辦法 中國人工已經太高 中國人工已經太高 現在其實 即是我們每天用那些膠布 一些很簡單的藥用棉 再便宜一些那些 一片那些口罩 那些紙板那些 已經在印度做了 為什麼呢 中國的人工太貴 越南也是貴的 你一天是孟基 一天是孟格拉 一天是印度 非洲行不行 可以 但一件事 非洲的聯繫 是更加麻煩的 之前轉過去緬甸 但緬甸現在是釘密 所以這個問題 你看到現在印度有事 每個人都有事 他們沒有辦法跟印度完全一刀切 包括美國 為什麼它有人在那裡 它要看著製作 你一看到Unico那些 之前它製造在中國 不是新不新疆麵的問題 它現在已經不是製造在中國 你自己看那個 即是那個 Country or Origin 那個標籤 它已經是製造在印度 製造在維奈 Made in Cambodia 那些 你一看到有多少東西 比較低價的產品 是製造在中國 差不多沒有 沒有了 連大陸自己的東西 都是製造在印度 那這裏有嚴重嗎 這裏有嚴重嗎 台灣有一個這樣的APP 叫做社交距離APP 台灣社交距離APP 當然我不會下載 因為我不在台灣 但是就說有480萬人已經下載 這樣就多了 為什麼它差不多是 四分一的台灣人 四分一的 因為台灣只有2300多萬人 五分一左右 五分一左右 不夠四分一至五分之間 這樣就好過香港的安心出行 其實它的APP有些不同 它的APP就說 譬如你確診了 它要先得到你同意 它得到你同意 它會將行蹤上載到網上 如果你走過一個地方 或者商場 跟你的距離很接近 它就會提醒 你附近有一個確診者 或者你走過一個地方 確診者之前曾去過 你就立即避開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問題就是 在台灣是可以的 台灣也是民主國家 它又不會儲存你的數據 或者是 你看看香港的安心出行 因為我今天看到 大部分人 都是填紙仔 我自己也是填紙仔 香港還有很多人是填紙仔 即是你不相信政府 台灣是比較好一點的 我是不是 即是我不覺得 一件事就是 香港 即是我覺得 它應該現在這個收緊措施 它現在看著外圍環境的變化 它不應該再 就是 看這些清零等等 即是說通關等等 我覺得沒有意義 因為你圍著你 那些人都全部爆了疫 那你受得多久 是吧 其實你不受得多久 只不過你很幸運 你沒有遇到一個 是超級大群者的意思 你現在譬如說 漫畫群組 就是那些 香港的歌舞群組 而已 只不過 它那隻群的傳染力 比較強 那些人流動 即是它那個快篩 或者它那個 廣西又做得不夠 那四五天之內 那些人都已經走散了 其實本身就是這樣 很多你看到那些外賣員 小哥 一個人 確診 整家就確診了 林鄭今早 這個是今早的 早上的 現在你看到香港的狀況 變成一個獨家村 一個獨家村 所以 只需要擔心中國這個拳頭 其實 只需要擔心中國這個拳頭 因為現在沒有人跟香港來往 包括澳門 你只需要擔心中國 如果中國爆發 香港一定會爆發 你看到它這樣 正常來說 我覺得它來港意 是應該堅持的 因為你看到外圍的情況 是不妙的 但是你知道林鄭 她一定會乃共 對不對 她說力保不失 為什麼香港會力保不失 因為她沒有做任何事情 其實現在拜佛 拜神拜佛 這個女人 什麼事情你都不要做 她一做一定會死 其實 坦白說 我覺得可能中聯辦 就是 你出糧 出到你收皮那天就算了 你不要再搞什麼 你再搞都會死 其實 她不搞就行了 大家覺不覺得很奇怪 她什麼都不搞呢 她又清零 外國外面爆發得這麼嚴重 她就清零 好了 她不斷在那裡搞 她一直都不清零 所以那天是挽咎她 不知道挽咎她 就挽咎香港人 所以狀況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 起碼那些店舖都能夠開到先 雖然內循環不撐得久 但是起碼都能夠開到 好過連店舖都死了 對吧 所以一件事 她最好什麼西都不要搞 你自己在這個 即是 麗賓府 你找張桌子後 封在桌子底 封在桌子底 封在桌子一年 她出來收皮就算了 不要再搞這麼多事情 她搞多就錯多 其實大家看看過去那17個月 她做多就錯多 她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說 其實就是最好的 當香港人怕了你 真是天殺孤星 這個女人 真是 你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說 我還要坐在桌子底裡面 插完桌子裡 背夠這麼多個月出來 就收皮 搞定 愈做得多就愈錯得多 大家都知道 即是不需要再看東奧 或者是旅遊氣泡 到時候才講 說了一遍 我相當肯定 我认为这次日本的奥运是没有的 如果日本的奥运也没有 那中国的冬奥也没有 我现在相当肯定是收皮的 所以大家不用再报道新加坡旅游起泡 到时才算 如果根据香港的抗疫经验 正常来说 你要疫情跌到低水平 最少要两个月 两个月你已经是聪明了 通常跟过去的数据是要三个月的 但是去年的第四波是搞了五个月 所以问题就是 它这个是四月二十几日开始的 五月二十几日、六月二十几日 它如果去到六月二十几日 新加坡可以将疫情压回单位数的话 其实新加坡已经很聪明了 所以不用管这些 到时才算 你当没有 好 这个就 其实坦白说一句都哭笑不得 为什么呢 问题就是说 国泰就真的 很多网民都这么说 国泰就入标 镜头这个隔离中心的飞机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有朋友都跟国泰有生意做的 他之前每个星期 因为他是开火车的 他说之前每个星期 国泰都要找他们公司送餐 但已经停了很久了 现在变成了 之前是每个星期一次 现在就差不多两个星期才一次 三个星期一次都有 为什么呢 根本上就没有人搭飞机 现在他即使虧也好 即是不赚钱做飞机餐 他也做 为什么呢 起码那些人有工作 是低的 可能是 即是他现在丹尼就16元 可能国泰就20元 但是问题就是 吃飞机餐就比吃这些 对不对 那国泰的我们相信一个 那国泰来说 起码也有工作 你可以看到 轮落到这样 即是轮落到这样 即是轮落到这样 即是轮落到 即是有得做就算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款 这个也是肯定的 我们去到今天 强迫外傭打针 或者检测 已经过了两三个星期 其实大家看到外傭 有没有 在外傭群组里面爆发 没有 有多少外傭确诊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 林郑你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就没事了 但是他们还在折查外傭 又没有那些检测记录 因为他们全部强制检测的 那你就要带着那些 就是带着那些检测纸 在身上 带着那些针子 在身上 上个星期六 星期日 就折查了 那三千五百三十九名外傭 但一样东西 你看到外傭也没有爆发 是一个 就是那个 这个 这个都是 就是现在来说 你看回头就 不算是大件事 那 有几十个 影湾员的居民 就 就是 那原来呢 他是没有 没有检疫令 但是就送够了去竹膏湾那边隔离 可能是在文件上的问题 但是 这些 就是你现在回头 这些叫小事 其实是 这个呢 我就要说了 那 华大基因 就确认有员工 他有一些 就是检测样本 是有contamination 的 我们不是想去问责任 哪个 他居然发现 contamination里面 那个病毒株呢 是去年 武汉肺炎 最早期的病毒株 来的 我们老早已经说过 那些 华大基因 他应该是一个 agent 他就把你香港 collect了那些 不是急的那些 送回大陆 做检测 那应该呢 就碰到一些 大陆的sample 或者那个检测 他做完这个 他就做这个 在手套 在手套上面 或者那些 乘在的器皿上面 就没有把它做得好 所以就黏了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已经超过一年没有 即是他说没有 国内说完全没有 居然那个最早期的病毒株 还没有出现呢 你不要告诉我 你传到今天 我可以推断一件事 就是说 国内最早期的病毒株 根本上由头到尾都没有消失到 只不过他不报 有多与少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既然华大基因都做得到 那就是不止一个 这些案子 是不是 那这个病毒从哪里来呢 它不会再出现 因为你现在看到 大量的 大部分的病毒株 等于人一样 它有个基因 它不会重复的 你一看到 大部分都是 印度和英国的变种 为什么会找到一个 一年前已经说没有了的病毒株呢 那就是很肯定 其实中国说 在国内清零是留的 一直都有 不过我不报 但是多与少我不知道 这个是很清楚的 病毒株的基因 等于人的DNA一样 不会走失的 不会突然间 你可以做到一个出来的 对不对 它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国内绝对不是清零的 向来也有 这个呢 就是 我看回资料 我真的要吵架这个老董 我看回资料 迪士尼乐园 香港的迪士尼乐园 是由老董谈的 什么时候签计划呢 他签计划是1999年11月2日 当时老董大肆宣传 说 迪士尼乐园可以帮香港在未来40年 做出1408亿的经济效益 1408亿 但事实上 迪士尼根本由头到尾都没有赚过钱 迪士尼在过往的6年也是亏损的 还有在过往的6年 应该是17年开始 17、18、19、20、2015年 特区政府扔了多少钱去扩建 和顶住他呢 320亿 我想老董说的1408亿 他应该在天堂拿就对了 这些就是乞丝 我们老总要说 迪士尼不是靠乐园去赚钱 迪士尼是靠那些卡通人物 那些披腾专利 拍电影收专利去赚钱 你如果只是搞到乐园的话 你就蝕到妈妈都不认得 香港这么小 还有大家看着 螢光幕 6年 由15年就要开始蝕钱 15年还有这么多自由行 他都蝕钱 那你想想 迪士尼还要蝕多久 我相信迪士尼 未来的10年都是蝕钱 我告诉你 那香港做股东 那就死定了 所以这些是乞丝 这些是乞丝 这些是乞丝 全部是乞丝 这些是乞丝 根本就不应该搞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搞来做什么 吃蛇仔一饼做 每个人分钱 大家在分饼仔 搭椅仔 分饼仔 全部都做这些东西 香港人就全部买到 没有的 你给他 其实 你看看一个入场客 那有些人跟我说 喂 现在有肺炎而已 那19年没有 18年没有 17年没有 16年没有 那为什么由那时候蝕到现在 那就是蝕 你还要扔钱去抗建 那你不死 是吧 我们之前刚才说过 这个就是十一集结案 非法集结 那 这个是前年的 那 那他们呢 还有牌的 其实 很多的 那有这个 这个 818 那有这个 831 那现在呢 十一 这个集结案 那 读一读给大家知道 那 现在呢 全数认罪 其实 就是 在前日呢 全部认罪 那 5月28日判刑 好了 那 问题就是 大家慢慢地 就会听到 个个都认罪 那 为什么会个个都认罪呢 那 原因就是 第一件事 就是打官司要钱的 打官司要钱的 打官司要钱的 那 那我们听到 这个 不是星火 621 即612基金 又要无捐了 就说之前那1,500,000 就花了 那样 得到200多万 那你现在看到 612基金 就不留钱在那 不留钱 那 但是呢 就已经有些阻媒 就批评到 那些基金 其实是将那些钱 无厘头地扔了 扔了出去 然后呢 就将那些钱 外移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 但是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他查的账 只不过是 就是帮人打官司 一条总数 其实很容易 你总之帮人打官司的话 很容易 花几百万的 很容易的 保释啊 那 那第一件事 为什么他们不去上诉呢 第一 你上诉要钱 第二 你即使上诉也好 你可以 钱是要给 但是他不给你保释 那就是你上诉的钱是废的 第三 通常 你上诉都是输的 那做来做什么 是不是 通常你上诉都是输 钱你照给 不过你败 你又不给保释 那做来做什么 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们大部分 都不上诉 立即认罪 其实 大部分都立即认罪 那现在因为八三一和八一八呢 已经在荧光幕里面坐着的呢 就是黎智英坐着 大家知道 李卓仁也坐着 梁国雄也坐着 何秀兰也坐着 所以这些呢 就是 提完堂之后 就立即进去坐 那 何俊仁和杨森呢 本来要坐 但是还刑 所以其他那六个人呢 就是刚才那四个 就已经继续坐了 其他六个呢 就是暂时准许保释的 暂时准许保释 五月二十八号 就判刑 我相信一件事 就没那么幸运了 其实 就是说上次就还刑 我想今次就没有 我相信 大部分 剩下的六个呢 其他那些加 其他那些 譬如说李卓仁 长毛 黎智英那些就加 那些一加 可能就 因为他二次再犯 可能一加上去 就十九个月了 下个量刑起点 可能就是 以年半开始计算的 其实是 这些我们刚刚说了 那所以呢 六个人 就暂准保释 但是呢 就去到五月二十八号 那五月二十八号呢 就判 其实没多久的 今天已经十八号了 十日 呃 香港的问题 大家看到 就越来越收得近的 其实你看到 那现在不止说 参加集会 我们一会儿都会说六四 但是你看到 譬如说 现在工会的 他也是用国安法的 那昨日 李家超出来 就全场哗言 就是关于黎智英那件事 我们一会儿去到那里说 是全场哗言 那大家看到呢 现在只要你那个工会 就是 湯家驊还说 你行得正 其他正呢 符合法律要求 那法律是许定的嘛 都没有 就是你现在看到 李家超走出来的 我不透露 不你有罪 整个是没有意义的 是不是 我不透露 我不透露 不过你有罪 是不是 所以问题就是 他说你有罪就有罪 所以现在你看到工会 其实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 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 那么沮丧呢 我觉得就不是 就是 刚刚相反 他越收得紧 的话 其实 香港翻新的机会 就会越快 大家一路听话下去就知道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 有39个区议员 已经逃跑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今天是18日 三日之后 区议员就要宣誓 那么他们就不宣誓 所以他们就 好了 问题就是 你说 为什么他们不宣誓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 很多人 他们根本想去外国 宣誓就不能去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宣誓之后 其实坦白说 他可能就可以DQ你 因为你宣誓 那么他就会 把你以前的东西出来 你宣誓了 那你宣誓之后 你犯了那些 我就可以立刻抓你 所以你看到很多 很多区议员已经逃跑了 其实 有39个区议员是完控的 这是今天的报导 北京前所未有那么强硬 不配合爱国者 但爱国者的标准是什么呢 说不到出来 参与或者 参与的人 会涉嫌颠覆 市民都可能被捕 议员就直接DQ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之前呢 只是拘捕了大头和大头那些 但及后呢 你在队里面 他都可以拘捕你 所以我跟大家说 因为大家未必知道 我们在反修理里面的时候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 已经有人面识别系统 他拍到你的照片 你戴着口罩 以为没事 不是的 他是可以可以 加上你的暴资 等等 法庭是接纳这个证据 他什么都接纳 总而言之 是警方给的 他就接纳 这样的话 他一样可以捕你 你一样违反国安法 或者参与非法集会 你也是参与非法集会 你可能要穿到铁甲衣出来 好像一个正方形出来 才会没事 所以问题就是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件事 捱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候 千万不要硬来 没有不反对通知书 千万不要参与 因为他 这个问题 他现在是 现在你看到整个国际形势 习近平根本是没有路走 他是没有路走 我看不到他有路走 所以问题是 他越收得紧 就是证明 他面对的压力越大 大家一直听 大家看到马云 我们开始讲一些 比较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 马云 连胡叛大学 那个字都被人砍了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共产党有一个特性 如果后台真的有的话 他不会这样动你的 现在他能动的所有人 都是没有后台 马云的后台 已经没有了 你以为马云还有后台 马云的后台 已经没有了 他本身不是要动马云 不过马云多厚 他实际上 就是要动马云 来对付马云后面的后台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相信马云的后台还在 但一件事 马云的后台 已经未必看马云 所以马云 坦白说 现在已经是没有后台 你看到现在 共产党动香港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有后台 包括黎智英 黎智英的所谓 所谓 就是牵涉美国 是因为马云是一个美国人 如果黎智英背后 真的有美国的政府 或者大机构责任 共产党一定不会动他 很简单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知道 简单 为何不动非用 为何不敢动非用 林郑动了都被人叫停 第二个 新疆棉 为何不继续动Like 为何不继续动Adidas 后面人有政府撑腰 现在德国已经说明 不能够用新疆棉 如果不是 营业额罚款2% 批的员工 可能触犯刑事法例 所以你看到 他不敢动Like和Adidas 立刻降温 好了 还有一个不敢动的 就是Tesla 你看到现在 Tesla公开了数据 Tesla是没事 现在官网直接罵那些 说Tesla的人 道德低劣 为何 因为Tesla背后有个美国佬 撑腰 有美国佬在 还有一件事 Tesla 怎样都是带钱进来 现在你看到那些 维权那些 是国内一些 红二代 是动他的 但是问题就是 总之你后面 真的有外国势力 撑腰的话 他一定不敢动你 所有现在动的人 都是没有外国势力 撑腰的 都是没有外国势力 撑腰 或者是你那个外国势力 他是不害怕的 例如台湾 那台湾有多少支持 可以帮助到杰斯 等等 根本是没有的 他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组织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这个是香港很多商家佬 是觉得很不寒而烈的 他凍结了黎智英的股份 跟着凍结了他三间旗下的公司 其实壹传媒都配合的 不知道你做什么 所以他为了要投资者比较 对投资者公平 所以他就立刻停了股份买卖 等他公布 究竟他所谓 凍结了他的股份 凍结了黎智英旗下三间公司的户口 究竟的细节是什么 大家就在那里等 等等等了 结果就说 李家超出来说 我不告诉你 我们不知道 但他是犯法 那即是你没有证据 简单说一句 即是他没有证据 因为如果他有 他一定公开 简单说一句就是 他所谓的颠覆外国势力 他是跟什么人去接触呢 是吧 是吧 有个人的嘛 那他跟哪个人接触呢 是吧 即是他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 是否因为是苹果发表的言论呢 如果是苹果发表的言论呢 你就直接把苹果发表的言论 就直接把苹果掌握了 是吧 但是李家超出来说 就是说 他是犯法 不过我不能够告诉你 那即是没有 但是你不要忘记 黎智英是由去年八月拘捕的 拘捕到现在就快到八月了 为什么完全没有资料呢 所以很多商家佬呢 其实已经在网络上加速逃亡了 因为你是没有任何证据拿出来 你不可以说没有 因为你现在凍结了别人的资产 你凍结了别人的资产 你凍结了别人的资产 你又不说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东西 他现在在六四呢 就是他说你是爱国你就爱国 他说你不是爱国就不是爱国 是完全没有那个法律在的 也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黎智英背后 应该是没有外国势力 或者那个外国势力 都不是什么的外国势力 是没有势力的 是有人可能跟他接触 但是势力是很弱的 绝对不像杜特尔特 菲律宾那些 或者印度 或者是美国 就是Tesla那些 他背后有个政府支持的 所以他就动他 因为你后面没有人 你有人我怎么动你呢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见到 梁振英 梁振英也是其中一个 他背后是没有势力的 所以无论梁振英 怎样说也好 他应该都没有可能 入到杂的 其实是选特首 那你见到梁振英 就天天都在那里出声 因为为什么呢 他现在最后一击 这次没有呢 他就没有了 他呢 跟着 屈永延 跟着 他几个 手下大将 不停发工 去攻击林郑 你见到这个 他自己说的 苹果日报 去年 两年 你要去证明 你说这些是没有意思的 其实 这个是今早的 这件事是真的 梁振英 他又不会辞职 林郑就喜欢 扭一下 扭一下西花 别人叫小菲花 我叫她西花 他喜欢扭一下西花 搞一下辞职 搞一下小动作 等等 我可以告诉你 未来这个 新一届特首 绝对 跟习能不能连任 有关系 如果习能连任 应该是第二个人 今届的特首 未来这一届的特首 绝对是 跟中国的领导人有关系 一定是 我可以告诉你 梁振英 林郑这些机会 已经是很低很低的 绝对不会再用这些旧电池 因为现在是 你现在见到 中国这个情势 他一定急需要 外资再联系 怎会还用这些旧电池 梁振英做得很好吗 搞个占宗出来 对不对 第一件事 他就不拼得过 不拼得过 不拼得过 西婆 西婆更大事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你帮不帮 就是叶柳 如果你看回头 叶柳当时 叶柳当时23条 不是很厉害的 你对占宗 小事 你对现在 2019年社运 更小事 你对全球疫情 更小事 但是你帮不帮 我是领导人 我是政治局常委 我当然不帮 我为什么不找个 我为什么不找个 处女下海 对不对 你要找个老技重量 我不会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看到了 屈永燕 就出力去咬林郑 但是她又咬得对 为什么呢 现在林郑在港台开麦 她的收视真的趋向于零 肯定低过6500 6500 或者几百 坦白说一句 我真的没有空 所以她听她说这些东西 那是真的 那为什么香港在一个 这么艰难的时候 还去搞这些东西 那屈永燕 当然就是踩到她的 就是说 你借这个 港台节目 宣传你自己的政光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政光 是西的 你的人西 你的政光都西 他的政光一直向西 所以 那变成了 根本就没有人听 没有人看 搞到商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是破了纪录 是0的 那个收视是什么 是0 0就不一定真的0 是低过 那个点数是低过6500 可能650 65 不知道 但是破了纪录 所以她的名字叫 一路向西 真的 她扭的那些 我们叫做西花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但是她骂得对的 你身为特首 你不应该用这些节目 去曲线你为自己选举 还有一件事 你还说那些毛鸽子 其实也说那些东西 人家汪明荃吵架你 你又不回答别人 你隐隐 怎会隐隐上来 你隐屎吗 隐屎隐尿吗 隐屎隐尿我都去拔 对不对 你现在没有 那你做个节目来做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也有很多建制派的 为了要争取今年 她现在退了 本来是9月的 现在退了去12月 为了要入到今次 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那麦美娟就说 不如这样吧 如果 起底 是刑事化的话 门槛可能太高 一定要减低 另外一件事 现在大部分 那些人不放置的伺服器 都在外国 譬如随便说 你叫黄之锋 喂 黄之锋 你要移除了 你的Facebook的网页 我移除不了 因为Facebook在外国 如果黄之锋说不肯 我死都不肯 你死我了 这样 这样的话 就可以封了她的 就是她的 domain 我觉得一件事 这句话说 是多交于的 因为为什么呢 人家 第一件事 她可以 就是她可以VPN看 是吧 就是现在你 你走去 去这个 VPN 去看德国那些 Google YouTube 或者Facebook 根本没有难度的 很多现在我们用的VPN 都不用钱 或者甚至你用 都是在说 二十多元一个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就是 郑同泰在会里面 都说了 你只是保护那些权贵 是吧 你只不过是保护那两三个权贵 是吧 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 因为为什么 她现在全部放在外国网站 全部是放在外国网站 现在譬如我们YouTube 等等 很多东西 YouTube是不会跟你生的 她为什么要理你呢 对不对 你看不看不看不看就算了 Facebook 她根本就不会理你香港这个 这个市场 根本是太小了 根本是 但是大家现在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这一帮建制派 她根本是全力 希望 还在那二十席直选里面 拿回位 不是 我可以告诉你 我相信你现在看到的建制派 我估计没有了七成 那你不是议员 就什么都不是 我估计没有了七成 因为你只有那二十席直选而已 功能组别的 那二十席何时到你 那三十席何时到你 对不对 有的也不会多 所以我估计现在的建制派 应该是没有了七成 即是你现在看到的 仍是议员那些 快点拿起这几个月的薪金 否则就没有了 那这些大家 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原因就是说 因为黎智英 她实际后面是没有后台 你试试她后面是苏联 你看她这么动 对不对 你见到 譬如说 央视 就一直这样罵 对不对 问题就是 她根本现在就是硬来 她根本就没有依法 对不对 你依法的 为什么公开 究竟黎智英 是跟外国哪一个组织 有联系 他们有什么钱的联系 他们做了什么 没有 到今天 拘捕了黎智英 由去年八月 拉到现在 很久了 大佬 十个月都在来头了 你不公开就是没有 对不对 不公开就是没有 一路做这些大外宣 其实香港人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们一会说 这个 这个华人在美国是很危险的 我告诉你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 警方 中联办的势力是有所改变的 其实 就是中联办的势力有所改变的 你看到之前警方是大了的 之前警方是大了的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警方是建议前线的警员是自动去自愿接种疫苗 或者两周一件 为者可以纪律处分 你看到之前中联办大换血 应该换走那些盘根的老鼠 他在盘在那里 有一班 即是有一班 吃了很久 在香港蛇齿饼粽的那些 大家知道 中联办是整个千人的那里 是由当时新华社 几个人发展到现在 成千人整栋大厦 整班人在那里吃蛇齿饼粽的 当时有整班人在那里盘在那里 即是那班人 就是一班 即是 我们叫什么 地蹲 但是我 占据了这个势力 大家看到今年年头 就换了一半的人 慢慢地 骆惠宁就已经掌握了 所以骆惠宁 即是你看到现在 警方就完全是我作主了 你们要接种 你们要接种 之前警方有 大家知道 之前警方是有特权的 是吧 保护衣是穿最厉害的 一旦有疫情 他就不出街了 人工就要加 装备要加 人又要加 钱又要加 但是一样东西 其实事情就不用做 好了 现在 你见到 开始不同了 蔡展鵬 大家知道 慢慢地 你见到有警员 就开始被人读出来 涉嫌网上赌博 遭到停职调查 正常这些内部调查 是不应该流出来的 也应该说是流不出来的 怎样流出来呢 是内部处分 为何会一直流出来呢 蔡展鵬那个 就不应该流出来的 没有人知道 谁知道 是吧 正常来说 打个眼色 后门走 是吧 是吧 对不对 他没有犯法 他坐在这儿 你又不是捉奸在床 是吧 他没有犯法 打个眼色 站在这边 已经搞定了 当是便装 是吧 他都没有犯法 是吧 你捉到他捉奸在床 就说不是 他在那里坐在那里 对不对 最多拿了一个丑 内部 为什么内部会这样爆出来呢 你看到这个 又是内部爆出来的 那就是说 之前中联办 完全控制了整个警方 第一件事 现在的警队 应该中联办这班人 慢慢慢慢地就换了 就变成了 骆惠宁 他不认识你这班人 我跟着人来做 我最大 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揹拼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要明白 共产党有一个很怪的行径 他不会让你任何人坐大 大家是否觉得 在中段 香港的警方 香港的警队 在过往的中联办 张晓明和王志民之下 是坐大了的 不需要带偏好 吵架这个特首 不需要听中央说 我要加工就加工 我要加装备就加装备 我要这个防疫 就是防疫的器材是最好的 我就拿最好的 我不出来走就不出来走 我要摆水马就水马 我要拿budget就拿budget 第一个是不觉得 在张晓明和王志民之下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 这件事在习近平来说 绝对不可能 因为你在坐大 那你就可以不听我说 好吗? 所以他就派了这个 诺惠宁进来 先换了你 顶顶的那批 然后一年之后 换了你四百多个 四百多个中联办 换了二百多个 他的目的不是控制中联办 是控制中联办 是控制中联办下面的警队 警队就是香港的武装势力 绝对不会被你坐大 你现在就看到 一朝就欺一朝 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就要说 这个司机就是华裔 他在美国 他是开车的 那个贼就上了他的车 就用枪搂着他 他就抢了他一千五元 美金 他已经抢了鸡 他已经抢了鸡 就叫他滚回中国 因为大家看到他的样子是中国人 但是这个司机 他已经六十多岁 他一直这样叫 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没有死 他只是被人打破了鼻 而且抢了一千五元 当然他又有报警 大家知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说 我不是中国的 我是台湾的 他说了很多次 没有事 那个枪手没有开枪 但是那个枪手第一次叫他滚回中国的时候 他是抢了鸡 就是抢了那个保险制 和抢了鸡 那就是说 如果他不说这句 可能开枪就抢了他 所以你看到 当然我们是完全不会鼓励这些行为 这些是暴力打劫的行为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华裔 在外国是真的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 很多读者 都是 相当沮丧 其实 看到现在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 我在Patreon也说过 大家想想 过往中国这么多个朝代 最长好像是汉朝 汉朝两九 两百年 你看到清朝也是一百年左右 很多时候都是朝代交替 很多时候都是朝代交替 很自然的事 一个朝代去到最盛 跟着就衰 跟着就换 跟着另一个再起 共产党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说的是建国 不是建党 七十一年 你看到的款式 都过不了一百年 还有 二零四八度 二零四八四九度 我们看到 大家也不需要太沮丧 是说朝代是会交替的 你现在看上去 好像清朝 噢 噢 茨熙 噢 秦始皇 噢 但是当时的人民 跟香港人现在一样 都是有无力感的 跟现在中国人民一样 都是有无力感的 我们也说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就是一个奴隸文化 其实叫你做奴隸 就是一个奴隸文化 这是中国人最差的劣根性 就是 是否都服从 但是问题就是 朝代是会交替的 就是大家看到 历史是 怎么说呢 你不可以说它完全重复 但是很多事情它都重复 就是等于 譬如今次印度 大家知道 在玄学上来说 当你入运之前 当你入一个大运之前 你会有一个 多大的混乱 等于当年的中国 它由 最坏 去到 79年 改革开放 这么大的进步 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在 它在之前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混乱 所以今次印度也是 它今次有一个这么大的疫情 其实疫情 它现在死了二十几万 你说对于印度的影响大不大呢 我告诉你是不大 因为印度本身是很穷的 它本身是很穷的 你死了几十万人 对它今次就没什么影响 但是问题就是 通常是一个地方 它发迹之前 它还会有一段时间 是有了几大的混乱 跟当年中国有个文化大革命一样 好了 过了之后 这个毛泽东死了 接着到赵紫阳 邓小平一上 七九年开始它好 好了 慢慢好上去 好了十几年 接着一入世贸就好了 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就走完这个历史上的事情 就慢慢走下去了 慢慢走下去 就是我们说 去了八云 接着一二三 就慢慢衰落下去 接着你看到印度那些 过了这个疫情之后 它就慢慢好了 一定是这样的 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当你走进一个很大的混乱之前 你一定是很差的 即使不是很差也好 都会有一段混乱的时期 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 就是你看到之前 譬如哥哥等等 他也是熬了很多年才上的 熬熬熬熬熬熬熬 突然熬到那一刻就上了 就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人生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 现在香港很多政治环境 大家会有很多 有很多无力感 但是问题就是 之前清朝那些人都是无力的 之前秦朝那些人都是无力的 但是结果是怎样的 结果就是 那个朝代被人换了 一样而已 一样的 一样的 共产党现在这一套 所谓社会主义 在现在的社会 是不够用的 在毛泽东的年代 锁国还可以 你一要跟外界接触 是不够用的 就是他不跟缅甸 缅甸那些没有跟外界接触 我最紧要保住我的权力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的共产党 是不可以再做以前的事情 因为你很多食物 都靠外国 所以问题就是 大家不需要 你看到他逼得这么紧 那些人 例如香港有武六四 其实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是越危险 当你宠牧皆兵的时候 你就派了很多守卫去护自己 对不对 你自己 你自己切身处地去想想 当你觉得宠牧皆兵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对付我的时候 那我就搞到最严了 那你看到 为什么拜登又不宠牧皆兵呢 对不对 我最厉害的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这么害怕 不需要害怕 你看到特朗普之前 他也不需要害怕 为什么我需要害怕 因为我在美国里面 没有人打破我 但是问题 习的在中国 你说有多少人想打破他 多到数不完 所以问题是 他收到这么紧 他收到这么紧 其实就是告诉你 他觉得自己很危险 你不见邓小平是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见毛泽东是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见赵主任是这样 对不对 问题在这里 那就是说 最后这件事 都会出现的 所以大家不用那么 气馁 其实 你看到过往的朝代交替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 你想想二十九年而已 其实还有二十七八年而已 不多的 还有二十七八年 可能我还有命都不顶 八十多岁很老 是不是才对 所以问题是 大家是 第一 不需要气馁 第二 留下有用之身 第三件事 你不需要跟他硬碰 即是不需要 我六四 我就是要出来搞 那他就拘捕你 就是这样 我守法 我任由他 我任由他 可以 我守你法律 你说 你说 有不法 不反对通知书 我就不出 你有不反对通知书 我才出 合法的我就跟 不合法 我就不做 对不对 那我看你玩得多久 就是这样而已 历史上告诉我们 不玩得多久 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想想一件事 你为什么要打他 他一旦这样搞 他自己都会死亡 对不对 就是林郑他搞得多久 你想想 你觉得他还玩得多久 你觉得他还可以连任吗 我不觉得是 即是梁振英这些 你不就由他讲 对不对 他讲得多什么 他做到什么出来 对不对 最重要是装备好你自己 做好你自己要做的事 其实时间到就到了 凌光幕大家看到 拜登就会分享 二千万剂美国疫苗 里面什么都有 辉瑞也有 莫德纳也有 阿斯利康也有 那么 台湾当然是第一个 担凳子 雅头位 然后 其他很多不同的国家 都是有兴趣的 但他已经说明了 不需要有任何的security reward 即是说不需要有任何回报 免费送的 其实我是台湾的朋友 他也有说 其实中国是按钩的 应该马上送疫苗给台湾 我想苏貞昌 开会开衣服也有份 要不要 你应该马上送疫苗给台湾 送 不用说 不用问了 送 先送一千万剂 什么都别说了 别人不要是别人的事 那你就在台湾里取回分数 对不对 对不对 问题就是 好像 就是说 在想 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你已经比美国慢了 对不对 为什么你看到今天的台股照片 因为美国出手 美国出手是天下无敌的 对不对 希望台湾的疫情会很转 但是如果根据我们香港的经验 我相信 现在还未到高峰 估计下 还有两个星期左右 即是 未来的两个星期 就真的很关键 刚刚看到一个 11点半出的新闻 就说 现在的薪酬趋势 中层和低层是正数 高层负数 即是说 高层人员 就 没得加薪 甚至减 中层和低层 就加少少 但是 他说 扣减 低增新典后的正指标 全属负数 即是说 高层人员 人工就跌2% 中层就跌0.5% 低层就跌0.6% 坦白说 现在我大部份的朋友 都是 赚的钱 都是比以前少 很多 你看到他说 失业率 失业率跌了 原因就是 因为那些人去了做兼职 什么兼职都做 只要你有工作 一个月 回一日工 你也是有工作 你就不当是失业 但是真正在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他赚的钱 绝大部份 比2019年 你当他是八、九月的时候 全部是少了三分一以上 全部是 只有林郑那些没有事 是真的林郑那些没有事 他还加薪 是吗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 跟大家见面 好 投资日志 我希望今天出了 内雪的茶 接着会有 维达 和ASM太平洋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YouTube投资筆记 收费版五月份 大家有兴趣可以付费订阅 美股 好 我们两个类型的节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块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明天就是佛诞假期 我们少休一天 祝大家假期愉快 星期四 香港财经R 美国财经R 再跟大家见面 但如果中间有任何突发性的新闻 我们也会出正经短打的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先祝大家明天 佛诞快乐 拜拜